精神,各位師兄 歡迎收看中老TV賽馬編 今次朗琴錶 騎士錶錶賽,大家不要錯過 事不宜遲,在講碼之前 阿斐報起一下 上一個賽日,阿斐中規中改 贏了一點 專攻第一場,不負所望 所以中了一條飛 真的拿金瓶1號膽拖下去 這次阿斐真的有一點成績 好了,自開之餘 容天盤那邊 我支持容蓉的尼迪 前面好尼迪,後面失勢 所以變成著火馬,變成死火馬 前面那幾場,阿斐跟著賣 贏了一點 頭場是威氣勢,後面輸回去 當作打和 好,事不宜遲,阿斐要講的就是第一關 就是朗琴錶國際騎士錶賽第一關 因為共分四關,阿斐會付分四匹去講解 今次因為資料太多,不想一次過講解 逐關來說 首先阿斐就是朗琴錶的第一關 阿斐失選了 發覺這些馬匹,第一時間來看看 全部馬匹 最強的那隻銀河飛馬,三冠兩瓦 然後成績是一年前的,56秒62 因為不過57秒的那些馬,我被騎了 所以見到灰了那些,阿斐是不要的 今次同樣第二件事 這關的朗琴錶賽,自作必得的 直接拿了兩隻馬,5號、9號進來 內南、外南都有一隻,好像想贏硬 於是阿斐就先選了 每次阿斐都不是那麼用筒的 我就點評一下,首先 7號的旺旺神區 因為一檔,我們的葉滿香港的騎士王 就是在潘頓的 這隻馬匹,沈集成馬房的 然後就是潘頓,一檔,一檔,漂亮檔 但是我看回成績 沒有之餘,以及你看到的 沒有是谷草1000米的成績之餘 我就看回一點點成績 大家看一看,沈集成那裏 我看回所有賽事出場的紀錄 我發覺它田草配寬頓好一點 但是谷草來講,配寬頓 就算是拿一個漂亮檔的情況下 大家拉下去自己看,我就不詳盡地講解了 我發覺谷草來講,配寬頓 就算拿一個漂亮檔的情況下 都是入不到四格,或者僅項四格 自己看回,我不是很想再說它 於是,今次曝光的情況下 還要拋一檔漂亮檔,我們的葉滿騎士王 我覺得第一場買它不是特別穩 於是,所以綠色的七號的旺旺神驅 我這次不會要的 今次西索一隻馬 好了,第二隻我要直接講解 就是方吉帕馬房的兩隻馬 5號、9號 這次方吉帕馬房會不會有馬出呢 我又覺得未必準 為什麼這樣說? 看回長程這裡 選一隻5號的,飛騰追 選擇那個同程,我已經講得明白了 全部馬匹57秒才好選擇 57秒以上基本上不要選擇了 看回這隻馬匹,沒有成績的 雖然拿一個二檔漂亮檔 方吉帕馬房,配巴杜的情況下 130磅的情況下 就算不是何則要,輕綁一點 拿一個1、2,希斯 1、2檔位 你看到它容易2021年 2022年9月份跑一次 成績都是57秒4打上 所以7號的飛騰追 雖然是方吉帕馬房的首算 找了一個騎士 就是日本騎士 就是川田障瓦的 但是我覺得不會特別好分 因為它57秒 所以5號我都不會選擇的 好了,那麥道朗這隻 9秒9 選擇不選擇好呢? 進來吧,不用說了 124跑外檔天外疊 這次谷槽1千米 直接一來了就已經是 拿來蘭轉個大彎 所以外檔我覺得不會好分頭 不是,外檔不會特別有理 加上你看到吧 111檔,12檔的情況下 它的成績都是強差人意的 跑了個57秒8 雖然換了密度浪 但是因為外檔關係 所以9要9 我覺得這場都是方吉帕馬 未必有賣出的 所以我都不會選擇了它 剩下這三隻 就是阿斐今天提供給大家的 首先我要說的 直接說說我們的女將 12號也是外將 但是因為陽明冠爵 跑過同程情況下 成績即是57秒多 沒有成績的 而且近期看到的密封 外檔內檔成績都57秒多 這次還要跑10檔 所以因為檔位問題 雖然1.100磅輕綁 但是因為對比之下 我發覺就是 道遠恩是不及我最喜歡的 這個就是假結米 這兩位騎士 記住這次是 朗琴錶 騎士錦標賽 是國際賽事 任何騎士有料都可以參賽 不是猛龍不過剛 不是毒蛇不下剛 肯定有料才會報名 等於是女騎士 女將 你一個人 給你全體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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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看看 這次的 朗琴錶 國際騎士錦標賽 有以下騎士 這次是假結米 這次特別想要的 就是 假結米 女士 哇 看這個排名 大家知道 雖然說是公平公正公開 你看到馬會 2002年 朗琴錶 國際騎士錦標賽 邀請名單 我們本地騎士 潘頓 都拿回第一位 第二位 女騎士 已經變成假結米 所以戰績來說 假結米 真是 勇將一名 回來了 直接講解 3號的銀河飛馬 突然講解飛馬 想起這首歌 突然在 阿肥的腦海 彈起來 會不會是阿典娜那麼厲害呢 按回丁冠豪 你看到 穀草1,000米賽事 15次出賽 三罐兩雅 而且發覺丁冠豪 有個很搞笑的地方 起分這裡 過往成績 讓人家發覺 阿肥就按同情時間 或者按三甲 更加好分 好分 少少 阿肥發覺丁冠豪 配鬼 不要直接說鬼佬 外籍騎司 是特別好分的 1,000米賽事 全部都不會高過57秒 拉下來看看 崩德里 梁家俊 如果1,000米賽事 同情 看得更加多 你發覺 逢是外籍騎司 它是57秒之內 梁家俊 是57秒左右 拉下來一點 賀明年那些 都是56秒9 如果是1,000米賽事 谷草來講 拉下來一點 自己對比 所以這次 強配 丁冠豪 拿了我們假傑 是女騎司 我看過線 在綠檔的情況下 雖然是重磅一點 但是 因為近期成績 你發覺 這隻銀河飛馬 在最佳同情 和最佳 最佳時間來講 是最勁撞的 代表作都是他 於是 3號的銀河飛馬 我就先要了 呂中豪傑 必須要撐 好 第二隻推介給大家的 同樣 我會選擇OK哥 OK哥 報紋 近期大家看他來香港之後 吃過番茄米 很多賽事 拿第一名都是他的 加上近期成績 你看到 雖然他跑前草 前草來講 那個就是同情 看看成績了 這隻馬發 是1月4月才跑過的 當時潘頓和波建市 刷騎過的 造就成績是57秒左右 最重要是大勇 近期看這隻風流人物 這隻馬匹 這兩次都是潘頓拆騎的 在田草來講 拿了一個成績 雖然在外檔情況下 造就成績跑了2、3名 不差的 今次轉過來跑谷草 跑了三檔 美檔是內蘭 內蘭期間 最主要的就是 你拿下來看看 這隻馬匹 近期成績 真是大勇 全部 1、2、3名 所以這隻馬匹 配上大勇 近期的 戰績比較好的 步民 還有馬匹 近期跑前草 好 谷草 好 都是有成績 於是 1號的風流人物 這隻馬匹 配上步民 OK哥 將是OK的 所以三檔 照樣拿來 1號的風流人物 第二選 好 第三選 就是撐回我們的 香港騎士 和香港連馬師 尼超星馬房 我們撐回我們的香港華人 第一一哥騎士 就是何則堯 這次拿了117榜 輕榜的情況 對比其他來說 因為其他都是比較 真的要為華人爭光 為我們香港隊爭光 所以第三選 就是減回何則堯 我不是曼撐香港 亦不是曼撐何則堯 因為這隻馬匹 看回那個同情 你就知道有了 近這幾次 成績 記住 谷草 850 谷草 13 小 谷草 18 看著成績 慢慢升上去 122磅 111磅 116磅 聽榜的情況下 這隻馬匹 看一個檔位 記住 10檔 8檔 5檔 你看到成績 57秒之內 慢慢升上去 最後造就了11月23日 造就了欺仙 刹期情況下 56秒6 近期馬匹 越來越有進步 看回何則堯 基本上是一哥 如果沒有其他大騎士 情況下 他贏一名的情況下 是特別多的 之前看過了 谷草 獨領風騷 都是何則堯 今次入杯賽第一關 香港隊 我要拿回何則堯先生 118磅 今次叫回先生 因為118磅輕磅 積馬近期越來越進步 直接看回全部 都是升上去 所以 之前你看到 轉了是 是尼超星 你看回他的部署 進來看看 尼超星馬房 基本上今天出賽不是特別多 動搖就是 全目杯賽 但只有膽死 就是第四場 華人騎士 我今次 他明明有信心 何則堯選他 他選了何則堯的話 就是香港隊加油 選七檔 這隻是旋利多彩的 好了 今次第一關 就是朗琴錶 騎士 國際騎士 禁錶賽第一關 阿斐提供的 首選女將 三號銀行飛馬 就是 賈傑米女士 然後二選 OK哥 風流人物 31號 最後三選 撐香港隊 11號的 船利多彩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中老TV賽馬一篇 阿斐想一下這個環節 希望多多支持我們的頻道 多多點擊我們的頻道 介紹給其他朋友 今次阿斐希望 頭關 我們的何則堯先生 可以說真剛 另外 真的特別喜歡的 就是三號的銀河飛馬 好了 Tips說完了 希望阿斐繼續爬 二關三關四關 今次說了這麼多 好 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